2024大選倒數12天 風燦傳媒公布了封關民調 民進黨的正副總統候選人 賴清德 蕭美琴 以35.8%的支持度維持領先 而國民黨的侯康沛則是27.3% 至於民眾黨的柯營沛 22.1% 而根據同一家民調 12月6號賴消沛的支持度 是33.6% 這次是微幅提升到35.8% 而侯康沛則是微幅下降 至於柯營沛則是從18.6% 提升到22.1% 由於這次的調查期間 是在26號到29號之間 也就是在證監會之後 顯示賴消以及柯營沛都有上升 而侯康沛則是微幅下降 另外正傳媒也發布了封關民調 31.5%的選民支持度是支持賴消沛 侯康沛則是獲得28.4% 25.2%的選民則是支持柯營沛 看得出來 這個賴消是小幅領先了侯康沛3.1% 與上次的民調相比柯營沛是上升了 4.7% 而地區的部分交叉分析 發現在六都當中 這個賴消沛在臺北 臺中 臺南 高雄獲得領先 侯康沛在新北具有優勢 至於柯營沛則是在桃園 領先其他兩組候選人 而根據正傳媒的風光 民調的這個分析結果來看 得票結構是呈現這個穩定 三強相爭的局面